第十一题物体受外力作用要达到净利平衡需符合下列何种条件 净利平衡就是原来禁止的物体受外力作用之后仍然保持禁止 所以它必须要的会不移动也就是合力要等于0 要不转动也就是合力局要等于0 所以要能够达到净利平衡需要合力等于0合力局也等于0 因此第十一题我们说物体受外力作用要达到净利平衡 需符合下列何种条件 我们答案选的是B合力等于0合力局等于0